氣氣就即滯在我們的體內 所以長久以往就會變成了 對胃形成很大的壓力 我想考考一下三位 就是長下濕氣是很重的 你們知不知道自己濕氣重不重 怎樣判斷濕重不重呢 是的 我覺得如果個人來說 那一刻的睡眠不好 會有很多發瘋的 而且口氣重了那時的階段 一定是濕氣很重 濕熱啊 廣東人很喜歡說 很濕重 很濕重 我覺得有些症狀 亦是大家很容易在這些季節有的 又熱又濕的時候 譬如說經常覺得要去廁所 一次排不乾淨 不至於完全窩囊那種 而且有些… 窩囊後的馬桶永遠都是掛著東西 真的衝死衝脹 對,因為牠太軟了 是 還有一些會覺得很淡淡 其實舌頭會是… 舌頭會厚 舌頭會厚 白一點 是… 應該是比較容易捲腿 濕重的時候很容易會累 所以明天嚴嚴做好眠 就是這樣 在捲腿就想睡覺 以後要改成,明天濕 剛才開演唱會,還有咀嚏哥哥 是 好,究竟大家說的這些是否濕氣重的症狀 我們體內濕不濕又如何判斷 立即請出今天的權威專家 廣東省中醫院消販內科主任 黃瑞萍教授 和大家說說有關脾胃調理的知識 剛才三位說了一些覺得自己濕重的症狀 是 這些是否判斷我們體內濕重的標準 請教一下黃主任 講到濕這個問題的確是中醫的一個邪氣 中醫講過風寒暑濕草火 濕它的特性就是屬於陰邪 因為它是屬於陰邪 所以它很容易傷到陽氣 所以有濕的人很容易傷到脾胃的陽氣 而且濕性的比較重足 所謂比較重足它就比較沉 所以剛才說到有濕的人的確是很容易累的 所以經常都無精打採貴奶奶 這個是 第三個濕它會下沉 下沉所以它表現出人體 有些人就會下肢一個浮腫 下肢浮腫 另外有些人就有很多痰 經常咳痰就是痰濕 痰濕重 所以這個痰濕 濕邪就是有這樣的特點 剛才說的那些甚麼 就是拔得不太乾淨 又或者掛馬桶 這些其實會不會是判斷濕的標準呢 它有幾種原因 當然濕是其中一種原因 因為中醫說的 剛才說的那些大便爛 肚臟不想吃東西 這個的確是屬於脾胃的功能 混化不好才導致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脾胃是最怕濕的 如果是濕重 它的確會傷到脾胃 所以是可以產生胃脹 肚臟、肚臟、大便爛 肚臟不乾淨 這個情況 是的 其實長下這個季節 是否稍微容易濕氣重呢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長下呢 對,長下其實有甚麼特點 對應我們應該保養哪個氣狀呢 因為我們中醫來說 是分五個季節的 春下、長下、秋和冬 對應的就是乾、心、肥、肥、肥 這五個狀態是這樣對應的 作為這個皮 對應就是長下 終於說的是皮主長下 那甚麼叫做長下呢 長下其實就是四個季節 小鼠、大鼠、立秋和處鼠 這個大鼠的時間都是七月份的上旬 到八月份的下旬 就是這段時間 比如說今年的長下 它就是七月七號 就是屬於小鼠開始了 到處鼠 就是八月二十三號開始 一直到八月底、九月初 所以這個時間就是長下 那長下有甚麼氣候的特點呢 大家知道了 長下這段時間的確是陽光充沛 不單是充沛 直接就是火辣辣 火辣辣 所以非常染熱 那麼熱的天氣 很容易蒸騰蒸發 我們地面的水氣 水氣就蒸發上沖 造成一個環境 天和地的環境造成一個 就是濕 而且不單是濕 還是濕熱 所以剛才說到濕是很傷脾胃 所以這個季節的時候 這段時間一定要注意保護脾胃 長下濕氣特別重 如果外在濕邪侵入人體 會令到脾胃的混化功能失常 導致胃痛、胃脹、食慾不振 大便稀糖等症狀 所以長下防止胃病 關鍵在於健脾胃、去濕 還有哪些因素會導致胃病呢 看看今天第一個健康考題 終於認為下列哪些 是導致胃病的主要因素 A,飲食所傷 B,情治不遂 C,風寒暑濕 D,皮的混化失常 E,過度疲勞 我覺得除了D,其他也是 皮的混化失常 已經是個表現 對 不是導致它的因素 飲食會傷得到 情治不遂 我記得是C,雙皮 如果你想太多 也不想吃東西 也不想吃東西 不想吃東西 為何說春生不是公煮 中醫的皮是包括西蘭港的胃 風寒暑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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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定是 是否又是大包胃通殺 除了D,不是 除了D,皮混、行、失常 不是,其他四個都是 A,B,C,E 對 對嗎?黃主任 中醫認為胃病的發作因素 的確是很多方面 當然,這裡列了A,B,C,D,E 五個方面 但是,遠遠就不止五個方面 其實,這裡相對來說 第一,飲食所傷 這個是當然的 因為脾胃 當然是主飲食 飲食,飲食得不好 比如說,步飲步食 飢飽無常 過食一些不潔的食物 的確是傷到脾胃 所以引起胃病 第二個,情之不遂 的確是有關 剛才說到 脂質相皮 其實不單止脂質相皮 因為脾質相乾 乾不好 乾是疏洩的 你疏洩不好 它會影響到脾胃的功能 因為脾胃功能很大 因素就是靠疏洩 乾的疏洩好才好 這個叫他狀影響到脾胃 又是一個致病的因素 所以情之 很多都可以影響 第三個是風寒暑濕 其實這個屬於外邪 風寒暑濕 造火 這幾個外邪 還有一個火 都是可以的 特別是剛才說到 長下期間 鼠很厲害 鼠往往是帶有濕的 所以鼠濕是長下 是很重要的一個致病因素 所以這個是對的 另外一個就是過度疲勞 疲勞的確是 勞則相皮 絲則相皮 過路 是可以相皮位的 所以平時我們不要太過路 不要想過路 想過路 想過路 另外一個皮的混化失常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病因 而是一個病基 因為皮本身有些人就是 先天就是虛的 叫素體皮虛 天生 基因決定 天生出來就是皮為虛的 所以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些病人說 醫生我從小都聽到皮虛 為何現在還是皮虛的 其實屬於先天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皮虛 是先天可以造成的 當然還有其他 特別是現在老年社會 老年社會年紀大了 命長了 不是關節問題 就是心腦血管不通腸 要吃很多那些藥 關節痛的藥 心臟病的藥 中風的藥 腦血管的藥 其實現在很多是吃藥 吃到傷到脾胃 所以病人是非常多 大概我的列出 基本上是佔大部分 除了風寒暑濕等外在因素 暴飲暴食,飲食不節 之類過多,過度疲勞 南用藥物等因素 都可能會造成胃病的發作 因此我們日常生活中 要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做到飲食有節 保持心情愉悅 堅持適量運動 這樣就可以遠離胃病 來看看第二題 腸下有哪些胃病容易發作呢 A,吸慢性胃炎 B,胃食管反流病 C,結腸炎 D,焦化性繪陽病 E,胃癌 A應該是 吸慢性胃炎 B,胃食管反流病 也應該是 結腸炎 不知道 消化性繪陽病 這些都… 很專業 但E… 你很專業 我覺得E不一定是腸下的 隨此發 對… 一有即發 即發 一有即發 對,這件事很難說 好,請教一下王主任 究竟正確答案是甚麼 是甚麼呢? 不用搶,夠分享 麥當勞全新小食歡響盒 岩燒風味雞翼 勁辣脆骨雞 麥落雞搭配芒果酥辣風味醬 還有限量版小旺人館 涼茶領導者 金罐加多寶提醒你 7月的重要之日有 蝦一炎炎,心靜自然涼 有特別的冰淇淋嗎 試試,新海鹽焦糖風味花季淋 清新海鹽融合甜蜜焦糖風味 甜鹹交錯,一口就愛上 全線冰飲和冰淇淋第二份搬家 我愛打鼓 無論完斑還是籃球 都可以成為我的節奏 水動樂輕補級 我的活力才怕時刻不停 水動樂 輕補級的全身力量 水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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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長夏 在這段時間 那些致病迷生物 反殖到非常快 不但細菌 病毒 都反應很快 第二 剛剛長夏這個季節 大家都喜歡吃些甚麼 生辣的糧 西瓜 什麼瘋, 越良爽的東西越好 所以沒有經過煮熟 所以沒有經過消毒 所以這些菌, 迷生物就很容易在這裡繁殖 所以稍微不注意 吃下去就很容易引起 嘔吐, 肺痛等等 所以它不單是引起胃炎 它還可以引起腸炎 所以叫做急性胃腸炎 所以嚴重的還可以發燒 所以這個的確是 長的時候特別多發急性胃炎 甚至急性胃腸炎 第二個就是慢性胃炎的病人 為什麼呢? 慢性胃炎如果沒有急性發作 它的症狀就不太重 如果一旦飲食不注意 合併了一些減染 特別是一些細菌的減染 它很容易誘發急性胃炎的發作 在慢性的基礎上發作 變成急慢同時 所以這個是對的 第二個就是胃食管反流病 大家知道胃食管反流病的主要症狀就是 容易反酸水 甚至會有些慶慶地消心 這些症狀 它的誘因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和飲食有關 你夏天長夏為了解暑熱 大家都很喜歡喝一些涼茶 特別是甜甜的涼茶 苦的涼茶 年輕人都不喜歡喝的 所以喝一些甜的食物 它很容易引起噴門關得不好 胃的噴門關得不好 另外寒涼的東西引起胃的收縮 它會引起胃液反流到食道 引起胃食管反流 這種情況 所以胃食管反流病 是不能吃太甜的食物 特別是朱古力 也不能吃 因為今天主題是胃病 你寫過胃食管當然不對 題目就是這樣 潔草炎就不用在這裡說了 不是,它是裝我們 裝我們 裝我們 所以我是拼模 這算是全選 是 消化性潰洋 這是醫學的名稱 一般分兩種 一個是遺潰洋 一個是十二指洋求暴潰洋 這兩個部位是比較耗發的 但是這個場下會不會耗發呢 其實潰洋病還是跟寒冷有關 特別是天氣轉變的時候 由秋天轉到冬天 或者由夏天轉到秋天 轉變的時候 或者是冬天轉熱的時候 多數是 應該是秋冬好發 所以腸下潰洋 它不是很好發 胃癌就沒有說季節性了 因為它並不是腸下容易發胃癌 而且胃癌發病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不是說一下子就發病的 所以後面兩個都不太對 知道了在腸下容易發生急慢性胃炎 還有這個胃食管的反流病 知道這兩件事之後 我們應該怎樣去防止 中醫有什麼辦法方案給我們呢 怎麼調養 是的 急性胃炎 大家都知道 因為吃東西不衛生引起了 所以我們平時就要注意 吃東西一定要衛生 比如說你吃些生冷的東西 一定要經過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才吃 第二呢 你那個吃飯前 最好都要洗手 現在很多人吃飯都不知道 有沒有洗手 我看很多人都不洗手 其實一定要洗乾淨 而且拍一拍一拍一拍 不是隨便洗 那我吃飯前 有些人洗了就沒用 他一邊洗了就玩手機 手機這麼難貪 當然不行,手機是非常難貪 對 然後說這個急性胃炎 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的確是得到急性胃炎 你一定要急事去吃藥 特別是嚴重的 一定要去醫院看 因為急性胃炎 雖然有些說不是很重要 輕輕地捱兩天就過了去 但是如果嚴重的 他會引起嘔 甚至引起腸又發炎 又嘔 那很容易失水 一失水 電解質又混亂 所以有些嚴重的 真的可以拿你命的 所以自己要判別 怎樣是重的 如果重的 當然無禮精神 都起不了床 嘔吐非常嚴重 口乾得非常厲害 所以這個急性胃炎要注意 當然我們中醫中藥 就是要辯證論次的 通過辯證 最常見的就是 急性胃炎有鼠濕的 我們用一些霍香靜氣軟 霍香靜氣水 用這個方法去治療 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如果濕葉嚴重的 還可以用些 蓮博飲 黃蓮 發燒的加柴霧 用這些方法去調理 至於萬性胃炎 腸下如果急性發作的時候 都是以濕為主 甚至加熱 所以在原理治療的基礎上 適當 要加一些清熱去濕的藥 例如說原理 雖然是皮膚 皮膚有濕 但當它化熱的時候 一定是在 鑽皮膚的基礎上 加一些清熱去濕的藥 才能夠起到效果 當然如果是萬性胃炎 它的過程 是比較長 它不是說一兩劑就搞得好 至於胃食管反流 又是要注意 剛才說到飲食非常注意 就不能夠吃太甜的東西 另外 因為肥佬要把法庫頭帶解鬆 你不要凹凹凹凹 特別是大肚腩那些 腹壓一高 胃食管反流 症狀就會加重 如果嚴重的病人 適當床要高一點 一些斜斜的 這樣就可以起到 儘防反流的發生 當然藥物的治療也是需要的 當然藥物的治療 一定要找醫生的指導進行 最根本的就是要注意飲食 和體胃 和不要太疲勞 剛才說到 爐質雙皮 皮胃一不好 幾種胃病都可以同時發 腸下二環的胃病 有急性胃炎、慢性胃炎 胃食管反流病 消化性繪揚等幾種 無論哪一種胃病 預防最主要的幾方面 一是注意飲食衛生 既食生硬、辛辣的食物 二是保持良好的心情 避免精神刺激 有規律地生活 三是應該盡量避免 有可能損傷胃潑膜的藥物 如果患了胃病之後 長期不見好轉 一定要盡早去醫院檢查和治療 避免病情惡化 好,來看看第三題 健康考題 以下哪些中藥方 適宜長下調理脾胃呢 A,綠君子湯 B,柴湖梳干散 C,養心安神方 D,益胃湯 A,B,D,不用說了 不是 C與脾胃無關 所以A,B,D 沒有選C A,B,D B是乾事,與脾胃無關 沒錯 蝦梳干也是要的 益胃湯應該看命 好,最後答案是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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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和B 正確答案是A,當然有作用 是 第二個是B 剛才不是說的 乾氣不結,乾胃不和 是 所以肝好胃才好 所以柴湖梳干散 是對的 養心安神方 暫時不太對 它主要是治療心方 失眠 對胃病 胃脹、胃痛 作用不太好 益胃湯主要是治療胃陰虛 所以有部分病人是胃陰虛的 如果胃陰虛的胃病 是一樣有作用的 可否跟我們逐個介紹一下 這幾個藥方裡面的成分 我想問問六君子湯 加了兩味的作用是甚麼 加了兩味 大家應該知道 半下的陳皮 其實化痰濕是很好的 化痰濕 所以有一個方叫做二塵湯 所謂二塵 就是一個陳皮和半下 所以二塵 二塵湯再加四君子湯裡面的百術復齡 就是真正叫做二塵湯 所以化痰濕是非常好的 特別對於胸悶 痰濕多 胃有醬 藥氣 甚至有些嘔 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的方的意義就是 在眷皮去濕的基礎上 增加了化痰濕肝胃氣的作用 所以對胃脹、躍氣、作呕是非常好的 那柴狐疏乾呢? 是否小柴狐? 柴狐疏乾就不是小柴狐湯 因為小柴狐湯的主要就是治療乾屋 和皮膚、乾皮不調 以柴狐疏乾散主要是疏乾作用為主 它其實就是一條很老的方 叫做四溢散的基礎上加幾味藥 比如說四溢散是什麼呢? 一個是柴狐 一個是積學 一個是白卓 一個是監草 這四味藥就叫做四溢散 它是疏乾解屈的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方 然後它再加上香腐、村公 這些起到一個疏乾、調乾的作用 所以它是很有名的治療 肝胃不和的一個代表方 臨床上是非常常用 抑維湯 抑維湯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這幾種藥 那幾種藥呢? 一個是沙心 一個是麥冬 一個是生地 一個是玉竹 這個很好喝的 有些人可以加些冰糖 但是現在很少人加冰糖 就是這四味藥 就可以起到滋陰、抑維、和維的作用 我覺得應該是… 一定是抑維湯 一定是抑維湯 抑維湯 抑維湯 全部都是補氣的 補氣的 抑維湯 抑維湯 好像沒甚麼關係 對,好像結婚的時候才吃的 抑維湯 D呢…健脾八保足 這個不用說D C,冬瓜、耳米、排骨湯 這個好像是去濕的 去濕的 去濕的 我估計都是ACD 不是,她的題目是脾氣虛 脾氣虛 我覺得是ABD 這個條理脾氣虛有甚麼… 這四項是哪幾個是對的 我覺得第一是對的 首先這個檔心 和黃旗就是北旗 就是補氣 劍皮 一個很好的方 而且補氣力 特別是往期 不單補脾氣 還可以補肺氣、心氣 所以補中益氣湯 很重要的一個藥 所以是非常適合的 白俠蓮子 這些都是滋陰安神的 有些劍皮作用 但它不是主要的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冬瓜、耳米、排骨 雖然耳米可以去濕 去濕好像可以起到 劍皮作用 但是它的劍皮力是很弱的 去濕 真的能起到鯉皮作用 特別是冬瓜 吃得多也不太好 畢竟是… 雖然它解暑 但它屬於偏涼的 都是涼的 所以也不太對 第三個就是 劍皮百寶足 一聽名就知道 一定是 劍皮… 多數都是皮… 脾氣虛 所以脾氣虛 劍皮… 你說對嗎? 當然是對的 其實就是八種藥組成的 鞭白羊呢? 鞭白羊 其實就是四君子湯 再加磁石、蓮子、淮山 這些豬 就是組成的 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尺幾兩 四君子湯加尺幾兩 剪皮百寶足 所以就是… 是對的 因為它特別適合… 適合皮蚀有濕的病人 其實皮膚究竟分為多少種類型 皮膚最常見的就是皮膚 如果嚴重起來就是皮羊膚 教授,甚麼是皮膚膚 皮膚膚其實就是我們中醫的病肌 中醫說的五臟六腑 其中就是皮膚的氣不足,叫皮膚膚 主要的表現是甚麼呢 首先看臉色,臉色青青、補白 甚至是很黃的 口順是很淡的 人就很累,吃東西就是吃不多 吃了之後,肚子就不舒服 胃又脹了,肚又脹了 甚至有些很容易就窩肚 所以這個就是皮膚的表現 如果嚴重起來就是皮羊膚 皮羊膚除了剛才說的那幾個皮膚的症狀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很怕冷 特別是肚子的地方非常怕冷 所以我見過一些病人 特別是現在這麼熱的天 他一樣在這裡要放一個瓷兜 放一些東西下去 甚至要加一些毛巾下去 這樣才會舒服 為甚麼呢? 皮羊膚非常怕冷 而且一些症狀一到晚上 或者凌晨 他的症狀就會加蟲 有些人會突然間凌晨急急 叫做小臥屎 柯蘭斯 搞成沙 對,一凍就來屎 對,一凍就來 所以他就是… 玻璃圖的那些 皮羊膚 皮羊膚 往往有腎羊膚 所以這些情況就要加溫補 只是這樣 眷皮的藥是不夠的 還要加 比如說 用一些乾薑 甚至要用一些胡椒 一些溫補的 驅寒的藥 皮羊膚就是 陰的不足為主 所以皮羊我們要養陰 又要憶氣 往往皮羊膚 是氣不足的基礎上 所以有陰虛 所以氣陰不足 我們要眷皮 要養陰 特別是要加些滋陰的藥 是眷皮 剛才那個四君子湯的基礎上 要加一些淮山 淮山是很好 又可以眷皮氣 又可以滋皮陰的藥 當然如果是有胃陰虛 要加些肉粥 石褐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眷皮液氣 牙又可以眷皮陰 例如我們剛才分出三類 皮氣虛、皮羊虛、皮陰虛 對嗎 如果對應食療的方法 分別可以推薦怎樣的食療 我們經常會聽說 皮虛百病生 你知道皮羊虛、皮陰虛、皮氣虛 怎樣分別嗎 不同的皮虛 有甚麼不同的調理方法 甚麼是功能性消化不良 下一節回來內容更精彩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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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能夠幫助腸胃消化 馬上看看我們今天的第一條影片 可伯最近經常腹脹腹痛 吃了很多養胃的藥都不見好轉 去醫院看醫生 說他患了功能性消化不良 老婆很心急, 到處幫他打定調理方 來 弟兄 這是什麼茶? 這杯棒, 你喝嗎? 是什麼茶? 叫做山楂大麥茶 山楂大麥茶是什麼? 有什麼好嗎? 這些茶是蓄燒化的 專制你的脾胃功能不好 是特效良方 山楂酸, 有些反酸, 行不行嗎? 你懂什麼? 這些酸跟你的胃酸不同 這些酸是蓄燒化的 那你試試吧 有嗎? 好, 有一點酸 請問吃山楂大麥茶 是否可以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呢? 剛才那個伯伯說 他得到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消化不良 主要只是上消化度的症狀 表現出一個是胃脹、胃痛 有時有點弱氣 甚至有時會反酸 比方說功能性消化不良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說 他主要是胃動力不足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病理基礎 胃收縮都沒有力 那怎樣去排胸呢? 不排胸就很容易脹 第二個就是胃的敏感性 增高了 特別現在的人工作壓力非常大 壓力一大 他對食物進去的感覺很敏感 以前吃一碗飯都沒事的 現在吃半碗飯都覺得脹著 所以他的敏感性增加 第三個是胃 因為緊張 所以胃吃的時候會鬆 會鬆鬆的食物就會容納多一點 現在吃下去胃都不會放鬆 經常都抱著緊緊 因為胃就像氣球一樣 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大可以小 如果你的舒張的伸促功能不好 那它又可以出現這個症狀 第三個是對酸的敏感 以前的維尼莫對酸都不是很成問題 現在稍微酸一點都不行 所以它又可以引起 所以第四個就是精神 心理的因素 壓力大 所以精神心理比較緊張 又可以導致一些症狀 所以它的病理基礎不一樣 它並不是說吃下去的食物消化不了 而是它的動力不好 並不是說它不懂消化 而是它不懂排胸 排胸排不好 所以吃那個 山楂麥芽的大麥茶 作用不是很大 特別是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 是跟酸關係有關的 不單止不能夠吃酸的食物 反而要製酸 甚至要製酸 所以用製酸藥 所以西治療 一個是胃腸動力藥 一個是製酸藥 一個是精神的調節藥 這個是這樣的方法 所以剛才那個阿伯吃 她的老婆介紹 說吃這些吧 山楂大麥茶 其實是不對的 那中醫應該怎樣調理呢 剛才說的是西醫的三種藥 功能性消化不良 它也是同病有不同的陣形 很多是屬於脾胃的 脾胃 所以一定要眷脾 行氣、利氣 第二個有些是乾氣 繁衛、乾衛不和的 那就要疏乾和行氣 第三個有些是胃陰不足的 就要養陰益胃 當然有部份是屬於濕熱的 就是脾胃濕熱的 就要清熱、去濕 所以不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一說到什麼病 中醫怎麼治療 中醫一句話 便症論治 你會說到這個生蠟大麥茶 是我們生活中比較普遍的 但聽完教授說完之後 可能要解開這個誤區 不要亂用 是, 特別是老人家 對, 很容易會其反 對, 很容易會其反 說到腸胃的問題 很多朋友都建議 平日動動多一點 都有做消化 對 究竟是否這樣 立刻看看今天的第二段影片 墨姨患有萬聖胃炎很多年 最近天氣特別濕熱 她覺得全身無力, 胃口不好 多吃幾口腸胃就很不舒服 非常煩悶 一天, 朋友芳姨來探望她 看見她悶悶不樂 就勸她晚上一起跳廣場舞 墨姨, 好像精神不太好 對, 最近不知道是否天氣不好 好像有點感觸 胃不舒服, 看見什麼都不想吃 你濕氣很重, 濕困在裡面 這樣?那怎麼辦? 你跟我們跳廣場舞 跳廣場舞可以運動, 出汗 出汗可以驅濕排毒 我現在走也不想走 動也不想動, 還說去跳舞? 你平日就是因為運動少 濕困在裡面 你運動一下, 出身汗 這樣可以驅濕排毒 好, 跟你去試試 我不懂得跳, 你要教我才行 跟我們一起吧 那吃雞蟾, 你去傻一下吧 好…我們一起跳廣場舞 請問, 跳廣場舞 是否真的可以條理胃病呢? 跳舞, 廣場舞 當然是有個好處 才感受群眾的歡迎 跳舞, 一個就是運動 另一個聽到音樂 做動作的心情就很舒暢 有些感情的東西可以激發出來 散發出來 又出汗 達到增強體質和驅邪的作用 當然對身體是好的 但它不同的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任何的事物 都是要面證去看 比如說, 剛才說過 它胃病 看它是甚麼胃病 比如說, 它都是瘦蜢蜢 那是胃下垂的 那你越跳, 胃就越低 就越差 糟了, 這麼激烈吧 所以它就不適合 因為我們經常對胃下垂的病人 都說你不適合劇烈運動 你最多散下步 而且吃完飯要睡一下 因為它氣不夠 你越跳越劇烈運動 就越生氣 所以如果是胃下垂的病人 你就不適合 當然, 如果你是其他的胃病 比如說, 潰洋病 潰洋病, 你如果是太激烈的運動 都不行的話 特別是活動期 太激烈了, 它會胃出血 所以不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它要跳廣場舞 還是要讓我們診斷一下 到底是甚麼胃病 它是屬於甚麼體質 如果是脾虛、脾虛的人 我們不主張它是太激烈運動的 做的運動是要, 但是不能夠太激烈 比如說, 上個年紀 散下步 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太激烈 就不太適合 除了散步, 還有甚麼運動 還是比較適合腸胃病患者去做的呢 除了散步, 我們沖衣有很多很有名的運動 比如說, 百段感 很粗 百段感,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另外一個就是太極拳 當然這些太極拳和百段感 我們可以上個年紀的人 就要注意那個七關節的問題 蹲的時候那些馬步 就不要搞得那麼規範了 過得去就行了, 甚至不用蹲下去也行 所以要根據自己的情況 要進行這個運動 好, 謝謝王教授 也謝謝周亞嘉賓 其實現代生活這麼緊張 大家運動可能又不夠 腸胃病的確是一個高法病 對, 而且長下時間裡 經常亂吃生冷的東西 又很容易中焦 所以再次再次提醒大家 酸甜生冷的東西 甚麼季節都要慎重地食用 特別在夏季, 不要過度服用 對, 也希望大家可以健康 度過這個長下時節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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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